土地徵收問題層出不窮 桃園在2020年將要擴建桃園航空城第三跑道 不過預定開發土地要達到4000多公頃 有很多住在大園跟果林村的居民都必須要強制拆遷 造成了當地極大的反彈 甚至有一位旅姓老翁受不了家園拆遷的壓力 日前喝農藥自禁 而反徵收自救會今天下午也到了營建署陳情抗議 政府殺人 政府殺人 大聲高喊政府殺人 自救會聚集在營建署前強烈表達抗議 因為桃園航空城為了擴建第三跑道 要徵收附近土地 一名旅姓老翁因為無法承受住了40多年的家園和農地 要被拆毀和農藥自禁 希望我爸爸能夠知道 他這樣死是值得的 拿著爸爸的遺照旅先生強忍傷痛 他們不了解為什麼一定要擴建跑道 桃園附近的都跟空房更達15萬3000多戶 懷疑根本是假蓋跑道爭吵地拼 我目的剛好是我公公 我阿公還有我阿嬤他的祖先的那個墳地 我要搬到我阿公的墳地全面蓋房子 那這樣子那個地方怎麼能住人呢 12號下午營建署審議會要討論擴大跑道的徵收案 抗議民眾希望能參加會議 不過民眾要進會場陳青石卻發生一段差事 我不是官員 所以記者也是先生 今天這裡是主席 我主持這個案子 請記者理查 審議會主席看到大批媒體突然要求停止會議 請記者多少人你們才願意好好的來解決這件事 我主席暫時在這裡宣布今天的會議到此 暫時宣布結會 營建署開放這種記者很多都進來 又像人民成績意見又像公聽會一樣 那我可以不主持 說得氣憤難耐 幸好經過一番協調後 還是允諾讓自救會居民陳情 營建署也表示所有的替代方案 都在言語中會聽取人民的聲音 你既然以前是墳墓用地的話 我們原則上一定要做一個類似公園或綠地 或是一個空地 你不能去給它做一個安置的地方或是一個住宅 要是你我的話 我想我大概也不會願意這麼做了 桃園航空城目前在審議當中 但是這個徵收案正如大埔事件 已經有民眾不幸結束掉自己的生命 都更和民眾全域該如何平衡考驗政府智慧 有電TV 林秉舅 吳欣倫 台北報導